刚刚从上海旅游回来 都说上海比武汉好 不吹也不黑 实话实说 上海和武汉我都去过了 感觉两个城市的差距太明显了 今天呢 这条视频好好地跟大家说一说吧 先给大家说一说 我的地理环境位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湖北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 可以看到这边的建筑啊 都是非常有历史连带感的 这里曾经的和上海外滩一样 都是租界 曾经住了个很多个外国人 所以这里的房子建筑 都是有那种英式风格的 法式德式风格的 非常有历史连带气息 都说上海的GDP啊 各方面的建设比武汉好 这点是确实的 但是为什么武汉200米以上的高楼 远超上海呢 武汉呢正在迎头赶上 说实话从出行的这一方面来说 我感觉武汉呢地铁网络更加密集一点啊 上海主要是直辖市 市区覆盖面积太广了 不像武汉呢 在这边的地铁交通便利性呢 非常的方便 就包括武汉的无人 那个驾驶出租车网约车 你都可以到达汉南去了 为什么青山那边有一小块地方不能去 我就不是太明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马路上的好多年轻人 治安也是非常好的 随随随地都有这个人在这边呢 然后这边巡逻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 非常的有历史连在港 这里就是武汉的市中心黄金地段啊 虽然说武汉的高楼比那边多啊 但是武汉的房价确实要比上海便宜一点 上海那个外汤啊 那个叫 外汤 然后那里个房子很贵 大家猜一猜是哪里 武汉这边呢 江湯边的房子也其实也比较贵的 只是说跟上海来比的话 真的是赶不上上海的房价 所以来说的话 武汉的这边的物价生活出行啊 更加亲密一点 所以不要再说上海比武汉好了 两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不一样 武汉呢 作为中部的地方 然后年轻人比较多 你可以看到马路上呢 都没有什么老年人啊 年轻人比较多 活力更大一点 武汉呢 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啊 但在上海那边呢 连长的人特别多 你看这边还有好多人呢 跟这个大楼合影 在武汉这边呢 出行呢 真的很方便 出行方式啊 不仅有无人驾驶网约车 还有那个油轨电车 还有那个轮渡 你看这边就是武汉光博物馆 武汉光大楼 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 像上海外滩那边呢 也有很多那种老房子 然后跟这边很像很像啊 我感觉上海和武汉 都是两个比较像的一个城市 但上海的是直辖市 所以它的一个发展的 更加自由一点 到武汉的话是省会城市嘛 就是举全省之力发展武汉 所以你会发现在湖北这边的话 去到下面的第几市啊 会发现省会确实就是省会 强省会就是越来越 省会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在湖北的人呢都会往武汉跑 在上海那边呢就是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可能就是说数字方面呢 没有像武汉这边整体化更好一点啊 不是说上海那边没有人没有数字啊 只是说武汉这边的话更和谐一点 有人说武汉人说话像大厂门一样的 在吼你在骂你 其实武汉呢就是靠长江边呢 所以说就有那种江湖气息 然后就是可能他们说话 声音只是闪门比较大而已 并不是对你有恶意啊 武汉人非常的热情好客啊 在武汉这边吃的 我觉得物价方面的话真的好便宜 看看进去你看看这个武汉光大楼 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 特别特别的漂亮 然后再看看这边的一些建筑 沿江大道这边的房子 感觉就感觉我在上海外滩 我还没回来一样的 这马路上的房子都这样的 然后在武汉呢 这个观光轮观光巴士啊 看到没有 票价好像只要28块钱 然后就可以游览武汉山镇的一个景点 不得不说这个网红观光巴士 我去过很多城市都活不起来 唯独武汉能够活起来 不得不说武汉在这一方面真的用了很多心 对游客来说 对外地人来说真的很热情吧 然后看到没有 来武汉呢 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可以玩的东西 而且在武汉我觉得出行呢 就是很便宜 住宿也很便宜 相比上海来说的话 真的上海那边的消费太高了 有一句话这么说了吧 上海赚钱 上海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武汉的话 就是上海 武汉赚钱呢 武汉花不了也花不了多少 大部分都可以带回家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欢迎频道去留言 是